台南一间庙宇举办活动 在释放完高空烟火之后 有舞者发现自己停在庙旁的车遭到烟火波及 车窗被炸住了一个洞 整片玻璃碎裂 直说太扯 对此庙方表示会负责把车子修好 索性没有人受伤 台南庙宇举办活动释放烟火 民众近距离感受烟火绽放 觉得好过瘾 没想到去波及都一辆冰市车 车窗被炸出一个洞 整片玻璃碎裂 车孽的驾驶做屁也毁损 还有被烧到的痕迹 女舞者赶紧拍下这惨状群震 女舞者来到庙宇表演 怎么也没想到把爱车停在会场旁边 竟然会被烟火给炸到 好险当时车上没有人 是蛮危险的 看得到民众还蛮多的 早上有风太吵了 已经放了 这一只鱼尾还可以放在那里 还可以放在那里 就会放在那里 高空也没有 所以有最大的隔壁 车 这车是宽缓 我们有自己处理 就处理 就是看多少我们背才够 廟房強調絕對會負起責任 把車給修好 促現沒人受傷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就不是花錢修車就能了事 建華富奇在台南大採訪報導